大家好,我是薄荷 减肥是人们一生的事业 大部分时间都在与减肥做斗争 但减肥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绝大多数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嘴 我们就会找各种代餐啊 替代零食啊之类的食物 果树脆片就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 看到果树二字啊 就会自动的代入绿色、健康、有营养 果树脆片是利用真空油炸脱水工艺制成的 人们吃起来觉得不会使人发胖 吃起来的口感还像蓬化零食一样 让人很满足 果树脆片的热量是很高的 它的脂肪含量相比新鲜的蔬菜 翻了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 和薯片没有什么区别 至于它的制作过程 其实也是油炸的 还是会添加很多添加剂 所以说果树脆片和那些蓬化食品差不多 最好还是少吃为妙 减排的路上只有管住嘴 卖开腿 大家一定要好好生命支援 我们都知道一天最好是喝八杯水 而每天起床的第一杯水 对人体的健康更为重要 能够起到补充水分 防止便秘 冲刷肠胃 清醒大脑 美容养颜的作用 那么这第一杯水到底应该怎么喝呢 一 要喝白开水 白开水是天然状态的 而且水中的微生物也在高温中被杀死 开水中含有的钙美元素 对身体健康也很有好处 并且还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二 喝蜂蜜水 因为睡一宿觉之后 人体大部分水分已经被排泄和吸收了 所以空腹喝一杯蜂蜜水 既能补充水分 又能够增加营养 或者是柠檬水 柠檬水可以清除素变 排除毒素 还能够改善口气不佳的情况 所以喝柠檬水也是很好的 那么不适合喝什么呢 鲜炸的果汁 喝果汁会加重肠胃的负担 对健康不利 淡盐水 喝淡盐水会加重高肾性脱水 令人口干 所以也不能喝淡盐水 还有就是牛奶 如果喝牛奶 胃会来不及消化 小肠也不能够及时的吸收 而且有的人还会出现肠胃胀气的情况 早上喝第一杯水的时候 还要注意 不能够喝冰水 不能空腹喝温开水 喝水速度不能够太快 而且水量也不能够太少 最好是300毫升 心脏疾病 如果心脏功能出现问题 就会导致体内供血不足 大脑也会缺少氧气 脑神经的活跃程度会减弱 就会使人犯困 所以出现犯困的情况 就要多加小心 是心脏出现了问题 第二种 脑血管疾病 有些老年人很容易出现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例如脑梗塞和脑血栓 这些问题会引起脑组织缺血和缺氧 就会使老年人产生犯困的情况 所以当犯困时 就要警惕脑血管疾病了 第三种 慢性疾病 很多慢性疾病也能导致老年人犯困 例如糖尿病和甲状腺功能异常 那这些慢性病会使心脏代谢变慢 体内有毒物质不能够及时排出 从而影响植物神经 所以老年人就会存在犯困的情况 那通常情况下 老年人愁的危害很大 长期血液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 导致血管堵塞 很多人认为自己年轻 不用担心血液粘稠的问题 那么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下面五种信号 就是提示你血液粘稠了 要小心血栓的形成了 第一 早上起床感觉到头晕 头昏脑胀 而且思维混沌还很迟钝 那要吃完早餐才能够慢慢清醒 第二 很容易出现胸闷 气短心悸的情况 因为血液粘稠 会影响心脏的血液供给 很容易导致血管堵塞 第三 蹲着干一会活就会喘气 这是因为如果血液粘稠 蹲着就会导致心肺脑的血氧不足 人就会觉得呼吸困难 伤不来气 第四 出现视力模糊的情况 因为血液粘稠 会使视神经或视网膜血氧不足 就会影响视力 第五 嘴唇颜色发紫 而且干活会有气短的情况 这时也要注意 是不是心血管以及肺脏出现病变 如果出现这几种情况 那么有三种食物最好就不要吃了 第一 动物性脂肪 现在的大鱼大肉太饿油腻了 会使动物性脂肪摄入过多 从而导致血脂升高 就会使血液变得粘稠了 第二 含糖分 较高的食物 如果吃含糖较高的食物 血液中的干油三脂就会升高 血液粘稠 自然也就会增加 第三 酒精 因为酒精会加快耗氧速度 很容易引起酒精性脂肪肝和高血脂 白酒在我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 现在喝酒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 俗话说 少量之酒健康之友 多量之酒最会祸首 所以适当喝酒对身体有好处 第一 可以开胃 因为白酒里的酒精 维生素B2和酸类的物质都有开胃的功能 所以每天适量喝一点白酒能够帮助开胃 第二 可以促进消化 适量的喝白酒可以刺激胰岛素分泌 除此之外还能够刺激人体消化系统的其他分泌 所以适量喝白酒有助于人体的消化和吸收 第三 可以驱寒 因为喝酒能够产生热量 容易被人体吸收 所以喝酒能够给身体补充热量 热量够了也就增加了预寒能力 第四 可以活血通脉 适量喝白酒可以扩张小血管 促进血管循环 有利于改善心脑血管系统 那么多少是适量呢 正常情况下 男性每天摄入的纯酒就量不应该超过25克 女性摄入量应该更少 那25克差不多就是一小杯的量 适量喝白酒虽好 但是哪有五类人不适合喝 一 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 二 有肝脏疾病的人 三 有胃肠疾病的人 四 有高血压 高血脂 关心病的疾病的人 五 酒精过敏的人 很多人都有腿抽筋的经历 腿抽筋的时候 疼痛难忍 有时候过后还有不舒服的感觉 那很多人认为 腿抽筋是因为缺钙 补一下钙就好了 其实小腿抽筋是由于多种原因引起的 不单单是因为缺钙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一 受凉 很多时候在寒冷的环境中锻炼 比如在温度较低的水里游泳 晚上没盖好被子 由于小腿肌肉受的寒冷刺激 就容易引起小腿抽筋 二 疲劳过度 当我们爬山或者是登高的时候 都是一只脚支撑全身的重量 小腿肌肉最容易发生疲劳 疲劳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精卵 从而导致抽筋 三 睡觉姿势不对 如果我们长时间仰卧或者是俯卧 会使小腿肌肉长时间处于绝对放松的状态 引起肌肉被动的软缩 所以睡觉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好的姿势 四 缺钙 钙离子在我们肌肉收缩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如果缺钙的话 就会使肌肉兴奋从而发生精卵 导致腿部抽筋 五 肌肉连续收缩过快 当我们腿部肌肉收缩过快的时候 放松的时间就会缩短 这样会使局部代谢产物乳酸增多 腿部肌肉收缩和放松不能协调 就会引起小腿抽筋 那么预防腿抽筋 我们可以适当的补钙 大量的饮水 走路和运动的时间也要适当 我们45到55岁的时候 身体机能就会进一步的衰退 疾病也开始爆发 甚至危及生命 所以称这10年为生命高危期 但这10年也是防病的黄金10年 如果做好身体的防护工作 就能够使身体健康 少生病 第一件事 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不熬夜 如果经常熬夜或者是11点以后睡觉 心脏病 抑郁症 乳腺癌等疾病就会找上门 危害身体健康 所以一定要注意保证睡眠 尽量做到不熬夜 不扛病 如果发现身体出现问题 要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否则小病很容易脱成大病 还有一定要戒烟 少酒 少生气 第二件事 减肥 由于饮食上吃得好 运动少 所以会导致身体越来越胖 而肥胖是很多疾病的导火索 所以人到中年 一定要减肥 控制好自己的体重 第三件事 每天坚持运动 俗话说 生命在于运动 因为年龄大了 人体的各项功能都会衰退 而坚持运动 可以让身体系统功能衰退变慢 身体越来越好 从而延长寿命 第四件事 减少应酬 经常应酬避免不了 大吃大喝 这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好 所以平时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应酬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养生小知识 关注日常养生课堂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哦